有人说发姐你也不是特别好看 难道你这两千万粉丝 靠你的智慧和语言魅力迎来的吗 首先糊弄一般的网络男观众 只需要好看就行了 特别好看糊弄不上他们 特别好看的 我在这儿跟你们聊天 特别好看的我们要进娱乐圈 或者说影视圈 然后再被张机克骗 我们是属于一般好看的 我特别好看了 我在这儿跟你逼逼刀 想着美 就一般好看 比一般人好看就叫一般好看 但是我们跟明星级别就是 差了几万公里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说网红比一般人要好看不少 但是呢 就是一般人跟网红 或者说主播 颜值差距是差了一个等级的 或者说甚至是两个等级 因为有时候普通人 他的颜值是会比较普通的 我这话说的 就为了不伤害普通人 我说话非常的注意 但是网红 也就在一个区间好看 好看 但没有特别好看 网红的好看 一般来 拿到那种大舞台 大荧幕下 根本比不了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用 稀有卡牌来比较的话 我们可能是SR 叫SR卡 然后明星应该是SSR卡 然后明星里面的天王天后 那种我光是说颜值上面 就那种特别特别出色的 那叫SP 就是SSSSR 我们只是SR 就我们是属于狼卡 不我们属于子卡 说错了说错了 怎么妄自菲薄呢 我们属于子卡 子卡 有些上面还有金卡 还有传说成卡 我们属于蓝卡 网上还有 还有其他的 金色传说 往下嘛 回头卡还有挑酒卡 往下还有那个R卡和N卡 N卡是谁 我就不说了 蓝白卡 这是不同的评价体系 反正你懂这个意思就行了 就是说如果说以英雄联盟的段位来讲的话 普通人可能是在黑铁和青铜这个段位 然后好看的普通人在白银这个段位 网红呢 网红呢一般是在黄金这个段位 黄金白金这个段位 上不了钻石 那明星的起步驾呢 他的他的门槛就要钻石 大师或者说王者 差不多是这样 我属于黄金守门员 满意了吧 我们就是说 你如果说用修图和美颜来 来评价 这个人类的颜值的话 我们是属于 要靠一些修图和美颜 明星是属于不靠修图 不靠美颜 普通人是属于 美图和修图都救不了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OK N卡是属于道图 道图 就是我 我道用其他人的图 来假装是自己 我需要修图 但是我修了图还能看 有些是修不出来 知道区别了吧 话也不用说的太直了 明星呢 他们就不要修图 有时候明星会出现在 你们知道 就是说抖音直播间 快手直播间 明星有时候会被邀请 进入他们的直播间 然后明星在里面 就会显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 网红的直播间 多多少少有一些美颜的 就是说瘦脸啊 大眼啊之类的 然后明星本来就长得 非常的好看了 他一进去 人家的美颜过后的直播间 就会变成外星人 那脸就变成这样 就很 就 就劈过头了 你知道吧 然后眼睛就变成那种 ET外星人 很奇怪 就是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颜值差距 明星不修图 明星修的图 跟我们修的图 那个力度完全不能比 你们觉得啊 看明星的生图 和 明星的那个 什么精修图 你们觉得差距很大 是吧 我就这么说吧 我要是有什么图片 在我手机里 没有修过的 没有修过的 然后我一不小心出了车祸 我一定会撑到 我把自己 自己手机里的图 全部删掉之后 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就好像你们 就算得了什么 救不了的事情 也一定会清理自己的电脑 浏览记录一样 才能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出车祸昏迷之前 最想做什么 浏览器 记录 understand 我不是说明星不修图 我是说我们修得更狠 而普通人都修不出来 好吧 明星要修 我们狂修 普通人不用修 修了也没有用 知道这个差距了吧 你们坦坦荡荡 根本不在乎浏览记录 金哥说 我看看 就我们很坦诚地告诉你 我们就是这样 我的坦诚是 就是说告诉你 我们是要修图的 但是我不会 把没修过的图给你看 不雅照勒索明星 这个说法完全进入了 另一个范畴了 我们就是说 照片拍得不好看 那丑就是丑 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一个是体面不体面的问题 如果是不雅的照片 别人的隐私照片 那是法治上面的问题 这完全是不同的范畴 不能拿来换我一坛 就人家拿你的丑照威胁你 它是不道德 我觉得这个人是属于一个素质很差 但如果人家拿你的不雅照片去威胁你 那是属于法治问题 那是属于要坐牢的问题 对吧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谢谢观看